这个七年来去拉了一车回来 也是正常我们都是说 我们正常在做的就是习惯 虽说是习惯 但一坐能坚持七年的确不容易 他是脚美环保站的常驻志工林伟斌 这部电动三轮车 就是他穿梭附近12个村 收回收物的这一家旅班 它里面的物质都是一个礼拜 差不多就是叫我来拉的 一趟一趟来回的在 林伟斌从不说辛苦 只希望用自己的身体力行 带出更多跟他一样的环保煎柄 我们讲的这个地方 虽然是很多 但是人很少 希望再建立 都一两个那个狂暴点出来 希望志工越来越多 对对 就是希望 回收日当天刚好也是脚美环保站 成立七周年的日子 志工邀了附近有到过环保站 做过分类的邻居都来同庆 更美人送上一份美物 今年是七年了 那就是 并且现在是家家都在做环保 平常我们的志工真的是很单纯 也会自发性的到海上去一起陪伴做环保 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动的 从环保站成立之初 只有个位数的志工 到现在固定有四五十人做回收 志工们横迟出心 期许要把这份对地球的爱再扩大 咱们会看不见 七五十人 戴新闻 真善美志工 陈燕真 碧魏国 赵敬 福建报道 中文字幕志工